国语有生善书 群仙家言录 主著先佛为白阳仙佛 寄功活佛乐会菩萨院长大人 南海古佛将 誓曰南离方位先天前 中道全权修子前 海皆天涯法古镇 檀庄位著白阳仙 古今一贯收原觉 原妙玄珍在眼前 佛性物穿心不乱 率诸离树笑济颠 盛世今宵无佛受聘道堂 参钻天道终生一篇 潰无良文 由中谭元帅发问 有观白阳三七之大道真理 以省沉迷之客也 有劳中谭元帅之劳苦 发问开始 中谭元帅问曰 如何弘扬中华文化 提倡固有道德 钻研儒家思想 效法一贯真理 宣扬孔孟圣道 何谓钻研儒家思想 孔夫子学说 上自无疾 上天之在 无声无嗅 至以下智学而第一开始 甚有修身 其家治国 凭天下之功能 且其文字是天下最美丽 最能表达真理之文字 自天子已至于庶民 仪式皆以修身为本 何谓诸般星秀 道此运记 同住三佛 普收运树 末后大事明白 同报母情 火精子为日 水精子为月 日月何其名也 诸般星秀 好比是有道之子 日月光辉照耀而有星辉 三佛而有弥勒佛 济公佛 月会古佛 末后大事明白 三七白阳七 一万八百年 收缘的大事明白了 同报母情 乃同时回报老母之情也 十八祖师归隐 道转何方 为真正之归一处 白阳盛世 有阴有险 隐则修心养性 险则济世度人 陷人间一端四起 假祖师 甲公长三十六七十二 上限无几 道盘则乱 何况进出之时 不堪设想也 险道盘之修道子 已入智慧之考了 让修道子辨别之时也 勿将自己所建功立得 数十年之圣业 自毁于一旦 西也 白阳开科一万八百年 险上白阳初期 邪魔小小之乱道 则使修子脚忙手乱 不知所措 为之将来如何是好 老子云飘风不中朝 奏语不中日 黑夜就是黎明的开始 亦有鸡同自居 既功福身 特别天赐一支道脉 混淆不清 扰乱道盘 破坏道体 自为老子的一支道脉 伤无数修子会命 亦有自称师母之正统 亦有自称师尊之转生者 尔典太阳太阴者 亦有另立一派者 自为收缘者 陆续都会出现在修道士之身边 在于不久的将来 会有曙光的来临 在此之前 当然会有千万的魔怪的考道 把持立场坚守修道的道根 追随有道前人 是道则尽也 修道子切记之 天将于必有风云骤变 力有不变的道心 才不会被魔圈所获 何处是真正归一处 守住三宝天根 服务人群为天下之真理奔走也 什么是邪教 什么是正道 如何分叛 以用术 或是咒 或是静坐等 作为修行者 都是一端 非正道也 正道只用心 心邪则邪 心正则正 弃其不正之心 则是正道 何谓收缘 收缘乃是万法归一也 把放散出去的迷心妄想 化归本来面目 使其圆满无缺也 自身 没有放荡的心 没有放荡的身 正弃之心 正弃之身 一切真理为心 真理为行也 家庭 以身作则 家庭圆满 为父以辞 为子以孝 为夫尽则于妻 为妻尽则于夫 家庭一切圆满 家其也 国家 无有乱臣盗贼 国无所争 在上位不灵下 在下位不欺上 是法平等也 天下 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 选贤与能 讲信修目 故人不读亲其亲 不读子其子 时劳有所忠 壮有所用 又有所长 精寡孤独废己者 皆有所养 男有份 女有归 货物其弃于地 也不必藏于己 利物其不出于身 也不必为己 是故谋避而不兴 盗窃乱贼而不作 故外户而不避 是为大同 以上大同世界之义也 收缘之义也 认清真理 可以入道义 是为自身无缺 家庭无缺 国家无缺 天下无缺 收之缘也 什么是度人鬼先 人是凡间众生 鬼是地府鬼魂 先是弃天诸神 未入礼界之神 一切度尽 使之尽入圣域 何谓公乎异端 私害也已 人不误正道 而信邪教 这是害着自己的 收缘之事 是收回自身 以及自身之周围之圆满 无以明白 那么普度是什么 收缘是使之无缺点 普度是天下生 各个求道 各个开道 各个明白自信 各个明白真理也 总而言之 普是普遍也 普及一切 周车所至 日月所照 凡有血气者 有色无色 有想无想 一切众生之类 都普遍地使其闻道 度者化也 感化于他也 就是普度之意 最终的目标 就是使其恢复 本来面目就名为圆满 至于无众生之时 也固约普度收缘 什么时候 是普度收缘的期间 白阳期 是普度收缘之期 不论时期 美时在普度 美时在收缘 普度不离收缘 收缘不离普度 没有普度盘 与收缘盘之分别 收缘与普度 只在人心之分别 人心以为有二 实则一也 何谓君子于小人 动念出来 能保持道德的观念 而行于道德之事 是谓君子 动念出来 一切皆为自己之安热 自己之利益 这叫做小人 恐夫子之为圣人 而不自为圣人 何也 太上不知有之也 这是自然之事 有圣人之心 凡夫也 故夫子不为圣 何谓今宪 今者西方更新今也 蜀白 清清白白地到西方 县者相连也 心不离道也 道也者不可须于离也 不是之修道子 以为根祭前人 即为今宪不断 不知今宪之相连 乃在于道也 道在心 今宪在 道离心 今宪断也 故修道子当成之以道 仰不愧于天 做各道中之正人君子 其道乃真 今宪通天也 修道之人 该以何为心 慈悲为心也 有慈悲固能闽人 有慈悲固能助人 有慈悲固能救人 有慈悲固能度人 有慈悲固能人 有慈悲固能意 有慈悲固能理 有慈悲固能智 有慈悲固能信 故五常人为本也 故修道子 该以慈悲为心也 何谓五常与慈悲有关 人五五常则有杀道 淫望久也 故佛有五戒事也 白阳法门 为何要设天佛愿 又有那么多的部门 为知是什么因由 掌盘祖师 但愿所求道者 进出苦海 为达至善之地 再给予天佛愿之修炼 以盼各个成道也 白阳期为收缘 最终之一期 由一年之春种下掌 秋收东藏之意 在此收成之秋期 盼能尽返本还原 故设有天佛愿也 人修道要到什么程度 才可以成道 孔夫子说了 观其所游 察其所安 人焉所灾 人焉所灾 人的行为与佛同 就是成佛了 成佛是在人间成的 不是死后成的 像佛了就是佛 像鬼就是鬼 人在世不是活佛 死后亦不是佛 在世是人间活佛 死后就是天上先佛 一定要亲口吃素 无极礼天是纯阳无音之境界 有音质之人 不能到达无极礼天 后面有求道的好处 无极老母垂次般礼天为一 凡间仅有之无极元灵源于五庙明正堂 并斥准众生植栽元灵树 只派一仙照拂众生移植之灵树 望大家把握机会种植 种植元灵树 可避一元灵光彩 五神安宁 六脉条和累积六年者 可筑集无极正道院 可去礼天修行 求道的好处真实不虚 一求道后仍记得三宝 且功过相抵后为功大于过 可回天接受正果考验 通过后可入天佛院 弥勒佛国无极天或诸佛净土 二求道后 上天会派一位护法神随身 但若退失道心 护法则离开 亲口后则又多派一位 三求道后 去佛堂班会听道里 在地府或地域受苦祖先 可到现场接受法语滋润 四清口后 减缓杀业讨报 诚心可获得无量福报 但以消自身六万年来业障为主 了业回天武 修道后有许多考验 通过考验可抵消业障讨报 又可晋升自身道果 一举两得 诚心修道者 祖先可脱离受苦 至地藏古佛处修行 六太多好处 法会听课等于增进智慧 班会服务等于累积功果 早晚献香等于永续会命 清口如素等于福德俱全 度人修道等于功德无量 七求道后 一生不退道心 不离佛堂 心中有道 不害人 不骂人 不破坏道物 往生后 三观没通过 可免去地府地狱 可去寄功活佛的净土南平山去修行 小编整理末法书基 一一贯天道 求道者 天堂挂号 地府抽丁 求道人的祖先可从地狱离开去藏藏古佛处修行 求道后 虔诚修道者 可以回天考验而证果 若没通过 者可至少到寄功活佛净土修行 但若在人间都无修道的人 仍杀生 造恶者 死后仍归地府地狱管理 求道后 有一位护法神庇佑 清口后 则有两位 入鸾道 五庙明正堂 拱横堂 虚元堂也相同类似树立 二 萧业障解因果 除了一贯天道本身有怨颤般之外 还有一次拱横堂与五庙明正堂之树立 拱横堂之法会荣誉总功德主准与萧妻是因果公案 或者消除业障 护法功德主准消除一件冤亲因果 并延寿120天 拱横堂圣书现世报律例 五庙明正堂圣书效劳 祝印千本可消解已是因果公案之树立 三 积累功德 除了三不识与真诚来做无违法行善之外 祝印拱横堂圣书末节收缘上礼天 一本刺激武功 祝印南平山游积累至二十德 准与转为阴德 祝印生灵的悲戚功德 同等放生功德计算 四 抄把与生前住籍灵修院 这是给我们自己提升与拯救祖先或亡灵的机会 救人一命圣造七级浮屠 死后让自己进修之重要方法 五庙明正堂 无极老母从无极天降下的灵修院 无极正道院 正道者可永托轮回 一赤拱横堂 由浩天观黄赐下之浩天子寿灵修院 可证弥勒净土内院 超越生死 不管是什么信仰皆可以生前住籍或超拔 信仰一贯天道者 有修者会进入天界的九九子阳观考验 考验通过可证果 考验不过则打回地府地域审判 若此时您有生前住及灵修院 便是给予自己另一个机会免于打回地府地域 有各地方再度修行 又可以免受轮回痛苦 望大家把握机会 皆望大家都可证果回天 五发愿往生弥勒净土 一贯天道者容易往生弥勒净土 前提要记得跟上天发愿 愿意往生弥勒净土 并且要功德回向往生净土 若您不是一贯天道者 单纯是佛教或无信仰者 建议您可以向一赤拱横堂询问 他们可以免费住及往生弥勒净土 住及后每天定要念至少十声 拿谋弥勒尊佛后回向愿往生净土 拿谋弥勒净土 拿谋弥勒净土 感谢慈悲开示 我们一定要吃素吃素可以让您减轻身心灵的负担 可断除杀业 又有大福报 希望所有人都一定要为自己生前住及灵修院 不然往生墨后98%的人基本上根本回不了天 因为我们属墨法众生 业障较重 求到的人 前提还记得三宝与三师 是因为还可以去九九子阳关考核 但是您有把握考核过关吗 没有过关就被打回地府 没有的话 一定要住及灵修院与住及弥勒净土 拱恒堂可免费住及弥勒净土 灵修院就只推荐这两间而已 武庙明正堂的无极正道院 拱恒堂的浩天子寿灵修院 就这两间而已 小编知道会花点钱 但为了自己未来好几万年早想 这辈子就花这点钱 觉得值得 好吗 然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